studying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P 秋天的氣溫真的很可怕 突然這個臭降之後 除了身體以外 我們皮膚也會受不了 於是我們的肌膚就出現了泛紅 敏感甚至乾燥的現象 那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肌肤加点油 今天当我的模特儿好了 既然你顺便在现场 那我来问问你 你的皮肤在这个秋天 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有 非常的困惑 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嘛 然后就是别人都会觉得很好 因为会毛很小 然后很少长痘痘 但是真的很干 我每天涂100层护肤品都没有用 刚刚说你的肌肤困扰 就是非常典型的干性肌肤 到了秋天会出现的困扰 那既然你来到这边 我就要介绍你一个非常特殊的护肤品 在这边 我们过去看看吧 就是这个 老师这些都是油吗 没错 它们都是植物精华油 植物精华油当中含了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自身的皮脂膜 而且有很多油性肌肤的朋友都不敢用油 那其实皮肤出油正是内干外油的一个表现 更需要用油来平衡我们皮肤的状态 可以看看 像油的质地呢我给你试一点 其实比水的质地更加轻敷 像米威特的这个植物精华油呢 都是萃取至天然的植物成分 而且在萃取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用一种冷压的技术 它可以保证在萃取之后呢 可以保留原来植物最大的养分 原来是这样子的 老师你说这个油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功效 那您能帮我挑一款适合我的吗 那像这一款摩洛哥坚果油就蛮适合你的 它有滋润跟修护的功效 而且除了可以用在我们的面部身体之外 头发也可以用 是一瓶多用油 那要怎么用它呢 正确的用法呢 就是在你的皮肤上面 先用这个筋露 滋润你的皮肤 轻轻地拍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精华油滴在掌心 双手轻轻地搓热 之后呢按到肌肤上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按压一下 那如果要有更好的效果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大家 在面部使用的时候呢 从下向上轻轻地按压 对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吸收 很多除了眼霜以外的护肤品呢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要避开眼周 因为眼周的皮肤呢 非常的脆弱 如果你的护肤品稍微有点刺激的话呢 就涂了还不如不涂呢 那咪威特就不一样了 它有专门针对眼部的护肤品 哦对我记得那个叫什么 使车菊花水的 它是可以涂在我们的眼部 对就是那一瓶 对除了使车菊之外呢 如果你要减换眼睛周围的困扰的话 我还会建议大家可以搭配这个 牛油果油 那这款牛油果油呢 它是从精选的牛油果 加上用冷炸的方式来萃取的 所以它的质地非常温和 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眼睛周围的困扰 那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两个调和在一起 我们先把花水倒进去 适量的花水 因为眼睛周围就不用太多 好 好 我们就滴进去一滴的牛油果油 因为眼睛周围呢 经常会有一些干燥的困扰 引起的干纹跟细纹 我们就把化妆棉 或者是你的这个眼膜 干的眼膜 把它放进去 让它吸收透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DIY一款 眼膜了 对 紧贴在你眼睛下缘 有一些干燥、卷容困扰的地方 那十分钟之后呢 拆掉我再教你一个简单的按摩手法 那时间到了 你就可以把眼膜摘掉了 摘掉之后呢 你会发觉眼睛周围呢 还有很多的精华 这时候你就可以搭配一个按摩手法 首先呢 我们先在眼睛的下缘 刚刚敷眼膜的地方 轻轻的敲打 这个敲打的动作呢 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血液循环 那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用无名指 从眼尾到眼头 再到上眼皮 画逆时针的圈圈 按摩五圈 这个呢 可以加速我们眼睛周围的代谢 可以帮助我们赶走卷容 那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就利用指腹 从下眼瞼 从内向外 轻轻的做一个提升的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呢 我们就用指腹 轻轻的按压眉心 可以放松我们眼睛周围的皮肤 改善你疲倦的感觉 那另外一边眼睛呢 也用同样的手法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在课堂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小方法 你学会了吗 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款 多用的百搭油摩洛哥坚果人油 怎么样得到这个礼物呢 赶快来关注我的微博 答对里面的问题的话 你就有可能得到它喔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下期再见咯 拜拜